在NBA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那就是凡是有实力夺冠的球队就不怕无人来投 而这句话正好印在了勇士身上 可以说勇士在今年休赛期的运作真是顺风顺水 也可以说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 勇士不仅成功续约了杜兰特、库里、伊哥达拉、利文斯顿 他处理亚这样核心的夺冠功臣 而且还在自由市场上比心抢到了尼克阳 射手卡斯比 要知道这俩人如果按照市场价值的话 年薪应该在800至1000万左右 但是勇士只用了两份底薪就搞定了这两人 众所周知在昨天勇士去约完帕厨里亚 之后现在勇士的大名单里只有13人 所以说勇士的补强工作还在继续 而现在勇士的每一笔影员都足以让联盟感到恐怖 要知道即使不补强的勇士都足以让联盟窒息了 何况现在又加入了卡斯比和尼克阳 显然勇士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确保拿到总冠军 确保要打怕全联盟 所以说勇士的影员工作不会停止 只会继续前行 就在今天刚刚没多久 勇士又发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据旧金山记事报记者NPION报道 联盟消息人士透露 勇士在继尼克阳之后 又将用底星签约一名全明星后卫 这人正是此前勇士的老大蒙塔 艾丽丝 我们大家都知道蒙塔 艾丽丝在2015年 与步行者签下四年4400万美元的合同 目前合同还剩两年2292万美元 不过志在重建的步行者 并不希望留下艾丽丝 据悉步行者非常倾向于裁掉了艾丽丝 而且现在步行者已经开始就裁掉 事宜进行协商 如果不出现大意外的情况下 这比裁员会在未来的24小时之内发生 在NPION报道中还指出 如果步行者一旦裁掉艾丽丝 那么联盟至少有八支球队对他感兴趣 所以现在的艾丽丝已经在为自己的后路做考虑 而在艾丽丝看来自己更希望获得一座总冠军 同时他更希望能够回到梦的起点勇士 当然现在勇士也有意收下他们的这个黑八的功臣 当家勇士的当家球星 不过勇士能够为艾丽丝开出的合同 只有价值在200万左右的底薪合同 对于这份合同 艾丽丝本人似乎非常乐意接受 当然现在所有的交易都似乎非常顺利 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在与步行者和艾丽丝的买断协议 还有多久能够完成 一旦艾丽丝被买断 那么艾丽丝将会在第一时间回勇士 对于这一旦艾丽丝的买断协议 对于这一旦艾丽丝的买断协议